书界上回 揭说这一段 雍正剪辖图 小回目叫 林小滚陆恒出事 这个林小滚陆恒 跟着俩老师 张明志赵明珍 学艺五十年 这什么事情啊 也是贵在坚持 持之一恒 哎 这五十年 什么都不干 就广练武 您说这武艺能练不好吗 当然了 他老师也高明 天下武术没有张照二老道 不会的了 两个老道在这套书 就得说是武圣人 谁也打不过 俩人呢 将林小滚一人 赶林小滚出事的时候呢 已然六十五了 到江湖上一闯荡 十五年 把名誉闯出来就八十了 一对黄眼珠亚塞 两盏金灯 叫什么呢 叫金眼皮修 泥小滚路横 皮修啊 这种动物啊 您都知道 只吃不辣 为什么一来牌都爱带着皮修呢 有的人打牌迷信 平常啊 喝水啊 拿大碗凉 凉得快 一到打牌部去 用迷糊了 他老迷信那个 我得糊 像人来牌 不爱跟我来一块 为什么 因为我老说书 说着说着就把他说书了 哎呀呀呀 我在旁边一看歪脖子糊 人家不欢迎 哎 这都迷信说法 有的人拿一个这个 白财 白财 告诉说啊 这都谐音 接字抽音 拿这皮修呢 就是我广赢 不出 广进不出 广吃不拉 是这意思 那皮修呢 这个动物很毒 这皮修个儿不大 可厉害 哎 你要外边阴天 下雨 这个皮修不出来 你上礼拜 下雨 拍幕到散书的时候 为什么大伙说续书不续呢 这一下雨呀 这金眼皮修 我不能让他出来 犯忌讳 你还甭说下雨 就是阴天 可能下 可能不下 这皮修都不出去 为什么呢 他怕水 他怕烟都不是 他这皮毛沾水就烂 怕水 非得这个想情博士 可要连阴天怎么办呢 他饿呀 哎 这种动物他为什么只吃不拉呢 他吃一回啊 管多少天的 他在这个洞里边 他能够摸着 他能扛住恶 哎 那么单等晴天 多的一放行 他在洞里边一瞧 挫不了了 保证不下了 自己出去 还不远走 就在洞门口 说他逮神就不用 皮修就蹲着这个洞门口一叫 万寿来朝 狮子老虎大象狗熊全来 到这儿刷全跪下 皮修呢 挨个瞧 挑 你瞧这太肥 你瞧这太柴 肥这不行柴这不成 肥瘦相间的 岁数还不大的 肉还得愣 怕拿着 自己这个爪啊 一按着脑袋 给摁一裤颅 专吃脑仁 吃完之后这完了 再挑下一个 多的把这脑仁吃饱了 那得吃多少啊 啊 那这其他的野兽才敢散 他困了回去睡觉 这一睡不定多少天 您琢磨琢磨 这你小鬼闹这么一外号 叫金眼皮修 多寒 再有一个 想让谁死 让谁死 没有打得过的 张明志张明珍 临让他出师的时候 跟他说了 说你这能耐 现在差不多就没人打得过你的 江湖志张 能打过你的 不多 两三位而已 那么陆恒呢 一开始啊 还有些个怀疑 这十几年在外面 闯江湖 成了名字 建侠 会了无数 全都不行 这才知道 两个老师 所言非虚 自己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把势 深信不疑 而且这十几年 是越发的 焦狂 您琢磨琢磨 他十几岁 就抓接 打边接骂边向的 就一听 他还有怕的人吗 那会儿什么都不会 就是敢玩命 他都谁都不怕 现在有一个 啊 浑身的武艺 有一个谁都打不过的 这么一个能耐 那他更狂了 满世界访高人去 谁有名找谁 可是呢 越有名的人 他越访不着 一个这些人呐 真忙 另外呢 就不忙 闲得没事 也躲他 你别看他出事 时间不长 都知道有能力 谁跟他 我这气呀 一没仇 二没怨 混一辈子 混得挺好 林老林老 老书的倪小鬼儿手里头了 说有不服 他真跟他来 你还真来不过他 渐渐的 这些贱口们都知道了 瞅着 倪小鬼儿躲着点 别招他 他老来回的烂走 他是哪儿的人 他是陕西延安府的人 走在陕西地面了 他一琢磨 不如我回家瞧瞧去 这15岁出来的 现在我80了 60多年没回过故里啊 我家里的 还有认识我的人吗 想当年陆小爷 我在延安府西关 人无字后 我找一老头 我打听打听 或者我找一个 稍微年轻点的 四五十岁的 我问问 当初他爸爸 跟他说过没有 我的那些个英勇的事迹 他正往前走 一瞧啊 博太官在偷了走 他不认识 这白老健客呢 腰里头啊 别的一对双诀 倪小鬼儿呢 看这双诀可爱 怎么 倪小鬼儿 老师给了一对诀 他这诀长 二尺四 你看我这扇子 俩我这扇子还得长 他这诀长 那俩老道啊 您别瞧那么大能呢 给他这诀呢 能打 但这诀有年头了 这还是当初啊 老道年轻时候练诀 说 做的打的这么一对诀 年身日久了 冰铁双诀啊 上面镜铁秀 不好看 而且粗笨 你先人这对诀 这老头我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 不过秀气 比我那短 而且搁的这么一个套里头 就跟男们玩扇子的扇子套似的 往腰后的一别呀 还方便 你这还美观 还实用 我跟着他 这个矮老头挺长胡子 这走道这么快 身上的功夫不错呀 我瞧他干嘛的 也盖着白太官呀 栽跟头 老头走着走着一时困倦 说那么大件 可也困门 那谁也得犯困 你到点年得睡觉 尤其上年纪的人 诶 食饱饭困很正常 当然了 这个人物睡觉 不能说头脚撂盆 人儿呼呼大呼的睡实了 也不用 你瞧头了 小树林 一棵大树 树底的草呢 都是野草 挺厚 干净 老头子呢 就靠着这树啊 诶 那意思 我忍一忍 感觉人一睡着了 就不是一个姿势了 他这么一微声 这尖头找这树 你小鬼 瞧出便宜来了 怎么 你小鬼 知得有功夫 我要过去愣偷的 这一对决 必然 到不了手 他就警觉了 该着他睡觉 该着我得手 怎么 这一歪身啊 这绝啊 不在腰里边插着吗 一头处地了 这人身上可就没分量了 这绝呢 他再轻 他也有分量 比你小鬼 那对决 分量轻 白泰官这对决 四斤一只 一共是八斤 这分量呢 可就满在这个草地上 再有一个 这白泰官呢 几十年 几十年呢 不走江湖了 要不是 收孙宝昌这么一徒弟 这辈子都不出事了 为徒弟所累 这绝呢 他平常不带 几十年不带 这插着腰后的这么走啊 他感觉到 有时候走着走着呢 也就忘了 到晚上住店 往这一躺的一个后腰 老头自己乐了 对了 我这还别这一对绝呢 就忘了 为什么 他在家好几十年 没有背后察觉的习惯 今儿个也是忘了 又大的 睡着了 怎么一迷动 这绝呢 又没在身上带着劲 还得说泥小鬼功夫好 那差一点也不行 泥小鬼又仗着这棵大树影着 那草地上的草又厚 走到上子 真得说生心皆无 来到树后的整崭上 薄泰官 他们一歪身 他一瞧 这绝一头 支着地上 自己往上就寸了 这么一块 他借着这劲儿 一伸手 本 拔下来了 拔了他个没动 万一这位要发现了 蹦起来跟自己动手 自己得盯着 他瞧得出这老头功夫不小 哪知道好倒霉了 薄泰官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呵 你小鬼路横一看高兴 这对绝可就到我手了 把这对绝在手里边 这么一拿一转身 他可就出树林了 到树林以外 顺着套里都把这一对亮音绝拿出来 双手这么一分 这分量 比自己那轻 自己练坏了那个 这个还有点 不压半子 自己那也长 所用的那些招数啊 要真用这对绝啊 我还得换 你原先我那长 一伸手这就够着了 现在我就得这么伸了 真要说这对绝我用啊 我还真得下心研究 走 回家练绝境 把绝哥的套里往自己腰里 插一转身一琢磨不成 那叫什么玩意儿 我改小偷了 我是张明志 赵明珍徒弟 金眼皮星 你小鬼路横 走的半袋了 捧一白胡子 老头不认识 偷人东西 哎 这不成 我不能偷他的 可是我还的 还的我有喜欢 这么办 我先瞧瞧他发现没有 我逗逗他 哎 这老头呢 我一会跟你一动手 反正你准打不过我 把你制服之后 我跟你啊 要了一对决 我抢你的 愣抢不能偷 我不能落一小偷 名声不好 这你小鬼啊 自是他自己一片理 他还不走了 他在树林外的等着 你这工会儿不大 老建个这个忍劲过去了 起来之后啊 根本没想起来 自己后边还有一队决定 说起来先用手摸摸 没有 出了树林 上了关道 奔走如飞 又往下下去了 你小鬼看着暗笑 你这人啊 不知道多的名望 江湖上啊 瞧他这岁数 闯荡江湖年多多了 就得比我名望大 你别看我老师那么大名望 我不成 为什么 我出事晚呢 65才出事 我才在江湖上混了十多年 瞧他这岁数 怎么也得 八九十岁 甚至说百十来岁 哎呀 我偷的一队双诀 竟然一点不知道 可可乐 我跟着你 像你跟着 你走的没人地方 你就把他喊住了 你跟白带官说明白了 我把你双诀偷过来了 白带官也得知道 喊他呢 或是武力解决 抢他这诀 或者赶走 不要我给你了 他这事不就了了吗 这个尼小鬼呢 他还不叫白带官 他老跟着 跟来跟去呀 白带官又跟上一个 谁呀 飞捧走贺通 一人顺心隆穿的 让师弟呀 飞云走石城 给挤得出来了 赫也艳江而走 心里有事 恨不得头江而死 白带官一瞅他 这不贺通吗 当年又拜过为师 这孩子怎么了 跟着他 他要跟着贺通 你小鬼在暗中 跟着他都不知道 你小鬼功夫好 跟到了殿房以内 白带官把贺通包袱都 给拿走了 贺通这不知道 什么时候丢的包袱 赶白带官递了包袱 由院里往屋里走 贺通赏钱十里 那么白带官呢 要卖卖苦王 卖卖老 要训贺通几句惹祸了 那你这个 飞捧走人称霞 可这么大岁数了 怎么丢东西都不知道啊 你小鬼一听 说嘴打嘴 你要不说这两句 我还真没有叫你的接口眼 对呀 这么大的人 我丢东西 那都不知道 这话是我的呀 我先瞧瞧 我丢什么没有 我没丢东西 行了 这我就有资格说他了 白带官这还往下说呢 这错非啊 你是感染我了 为什么你当不着要拜我 我是你师父 虽然说你没拜 我也没收你 咱们也没有这缘分 但是我张周博太官 他把这字号给他带出来 你小鬼一听 什么 张周博太官 好大的名头啊 我访他三回都没访着 那时候他去了去了 他让张周找博太官去了 有一次这博太官这没在家 有两次在家没见 是成了名的人物 没人跟他武器 够见客身份 不是说谁一拍门找的出去就打 这个现在您看徐耀东这个 据说也得约是不是 有名的人打拳比拳 包括这个外国的拳击手也是 说打一场拳都是提前多少时间 就开始约 人家也得做充分的准备 咱我不懂 据说临战前这些日子除了加紧训练 那也得呀 修身养性 得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才能打呢 说天天一成了名了在拳馆里头就盯着打架 甭管谁啪一拍门出去就跟人练起来了 那不是武术家 这倪小鬼陆恒啊是张明志张明珍的徒弟 你说我把他打了吧 他后边这老师我惹不起 而且呢我把他打得没地方露脸去 没人知道他 我打不过他 我这一辈子白昏 所以啊你小鬼啊 还真没人敢惹 博太官也不惹 愣说不在 合着上张州去三回都白去了 合着上张州去三回都白去了 合着这碰上了 行嘞 我喊着喊着你吧 啊呆 博太官 你别说了 你还甜脸训人呢 你摸摸你的东西丢没丢吧 他这一说博太官就一露 老头子这才想起来 我身上带的一对决呢 拿手后腰一划了认识没有 就这一经吃着非小 这根头栽的 这心里这份难受呢 就甭提了 行走江湖一辈子 甭说丢东西 燃灶路 沾一下意证点有没有 那都没有 怎么成的名啊 自己不敢说打遍天下 喊逢低手 总是没吃过这样的亏 所拒着江南大侠吕流梁 这是个劲敌 那么彼此呢 还存着一份顾忌 当初因为两个略徒 启示 他们俩答起来了 我们俩老师相会在张东 那时我是一主 他是一客 我们俩就要动手 是我提出来的 咱们口谈 不手谈 咱俩拿嘴说招 愣说七天七宿 这招没说完 听人一说这招 伯泰官就心里都明白了 人吕流梁能耐大了 人说这招我都不会啊 这才知道 外边被自己高的人多了去 但下棋我赢他了 我徒弟赢他了 这面子也不错呀 哎 我有比你强的地方就行啊 但是冰刃让人拿走了 自己茫然不知 没转身先想 我这东西什么时候丢的 一琢磨就琢磨出来了 这大半天的事了 小树林我跟他了然一忍 一定是我睡着了 他把这双绝给倒了起 不错 人家够客气的 人倒走双绝没要我命 当时给我一下子我就完了 瞪过我的双绝照我天灵盖上 随手就是一下 我就命丧当场 想到这儿 伯太官都不着急了 一流海下 他淫然苦笑一声 这是谁呀 扭向回头怎么一瞧 电房越了门的 站这老头子 不认识 你说这老头怎么长的 这相貌也太凶恶点了 俩黄眼中朔朔忘光 高拳过俩大灵就 尤其脑袋上这座毛 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其实你小鬼这还是天生的 有这么四寸多长 一座毛 跟着滋滋的 这瞧着这老头就这么嘎咕 手里头呢 拿着自己的一对双绝 洋洋得意 不认识 这一不认识 伯太官更脸红了 怎么 这要成了名的人物行啊 董钱给我偷走了 啊 关斗 是谁 吕刘良 周寻 欧阳兄 这都成了名的人物啊 谁给我把双绝顿走了 这半开玩笑 老弟兄你得跟我斗 啊 好在这贺通不外人 这算我一记名徒弟 伸手给要过来就完了呗 这人不认识 看岁数没自己大 哎呦 还是个无名之辈 你是谁 哎 等你问 太爷 我 未曾说话 先冲太爷 太爷我姓陆 告诉你 江湖让人称 我叫金眼皮修 你小鬼路横路了 太爷就是我 我得管一听 呦 知道 他上家找我好几回了 我竟躲他 你说这玩儿竟躲是 那你躲不开 那你躲不开 世道临头须放胆 你小鬼 哦陆恒 我知道 你是 张照二真人的高祖 怎么一时玩笑 盗走我的双举呀 来 把 还与我 老头一推满步 阴然往前一脉步 陆恒伸手一亮 这就怎么着 我哪时候不知道 现在 告诉你了伸手就要 这么要可不成 给你自然是给你 伯太官 想要这对决吗 啊 怎么样啊 你腰管蹭一下 往后腰这么一插 我跑你追 要么追着我 把我打躺下 拿走 要么趁我睡觉 说你有我后腰 给拔的 就算归你了 错非这两条啊 想要 你这对决也行 我也不拿走 我回到 聊我老师那儿 把这对决 交在我老师面前 让你老师 找我老师要去 回去 一磨头 可把伯太官气坏了 伯太官一瞧 我听人说 这泥小鬼难斗 确实啊 你这事办得难点 到我双绝 我又不是说无名之辈 我栽给你手里就完了 你得成全我呀 我也没招着你 怎么还不给了 你不给我双绝我不能不要 混一辈子 到了到了吧 兵认丢了 难以回转漳州啊 在外围部把这对决找回来 回到漳州 再回去可就不能出来了 这辈子永远不许出漳州 再出漳州行走江湖人问您 哎呦老建哥您贵姓我姓白叫白带官 哎呀您九文大名啊 您趁手一队兵认是两心双绝 您拿出来沾样沾样 泼泼去 没有 回家再打两对不就完了吗 这不差一个这不差一个 原先双绝现在四绝了 哎呦您这还真亮 看得出来啊 惊弓打造可就是净贼光 您瞧我这有一对都有薄姜了 我这个都盘出来了 人把我这对冤拿着地含着我 我活是死的 不等我得追他 您瞧我头都把博带官顺店里追出来了 您家伙那嘴头怪 也就是博带官 一般人就个甩眉影了 贺东西瞧 哎呀我们这老师 闲着没事 你看着点自己东西好不好 你偷我包子干嘛 这倒不错 我丢人是小 我丢老师手里的 他丢您家伙陆航手里的 不正 我得追呀 我跑着慢 跑着慢 我也得追呀 他不管包裹 递了刀在后不就追 博带官要想追 尼小鬼可费劲了 好在尼小鬼不是真跑 尼小鬼跑出殿房来着在江边 上一条下一条 一看见江湖人 站住了一回事 一伸手蹭把这对决拿出来 我先拿你白带官开个招 我试试这个短小双诀怎么个实法 顺套里边把一对诀亮出来 一对亮音诀左右一分 一指天一画地 单等博带官来到切尽 白带官你跑得太慢呢 老太爷再次酒后多时了 好无理的尼小鬼 我望你成全于我 博带官把还我的亮音双诀 那我要不给你吗 你要非以武力解决的话 那可别说我白带官对你不客气 等你这句来 没等博带官动手啊 金眼皮羞 尼小鬼往前一纵深 双诀照顶梁门上就砸 老见个博带官无奈呀 伸双掌是个川掌 川掌架是什么 有你这双诀中间出去 分左右好捋你的双诀 空手入伯任要夺回亮音双诀了 那哪成 头一样说他功夫本身就没有尼小鬼好 再有一个尼小鬼兵刃在手 你是赤手公拳的 尼小鬼变针 不让他掳自己的腕子 两个人这一打在一处 也就是十几招 白带官一看 坏了 哪出了个尼小鬼啊 燕江无人 我死在自己亮音双绝之下 续晃一扎 跳出圈位我跑 我还不见得跑得过他 我只能往漳州跑 到漳州 孙博昌又不回来还都半了 孙博昌一回来问师父您干嘛去了 我出去找你去了 那没找着我您怎么回来了 我家伙丢了 让尼小鬼把我哄回来了 那怎么办呢 咱人俩 咱人俩 找你师爷去吧 这尼小鬼说的 想要双觉行啊 让你师爷拍门 找张明志找明珍要去 我哪找我师父去 哎哟 判决一条老命不要 我跟尼小鬼就得拼了 老头子越想越着急 到了到了 林老 在这跟头没想到 在这么狠 双掌舞动如飞 跟尼小鬼那么一玩命 哎呀就是伯泰官 你要换别人啊 尼小鬼一决就给拍到这了 你看那白脸官还只有两下子 自己还得打点精神 要不然这亮一双绝 让他给划了回去了 俩人这正打着呢 贺通跑到了 连夫人带船 贺通一瞧 你别看贺通 他打不过这二位 但演好使啊 他也是侠客呀 飞捧走贺通 亮自己的刀一瞧 哎哟 白老师还不行 你别瞧这 尼小鬼真厉害 吃亏吃亏的 老爷子手里没家伙 愣拿双手 夺恩双绝 那可拿不下来 摆自己的钢刀 高喊一声 老建客 休要慌张 贺通在此 怨助老建客一臂之力 老头一听啊 你可别过来 你不过来 我一人跟他打呀 我还能对付会儿 你过来当场就有性命之用 果不其然呐 你小伙杜鹏也这么琢磨着 你小伙杜鹏一瞧 眼看着 波太官就败在我手了 你要敢过去帮忙呢 我可对不住你 我先要你的命 二目当中金光烂射 脸上可就带出这狠劲 这打法也就不一样了 越加伶俐 敢贺通摆刀响过来 还没过来 为什么 他也得瞧棱坊 这二位动手 随便能递得尽刀去吗 正在这接骨眼 顺上少来一位 也是顺姜牙下来的 来到窃镜 一看这二位动手 旁边有人拿着刀 伊丽丝敢过不敢过 这位走在贺通后边 一拍贺通肩膀 一摆手那次你躲开 这还有什么不敢过去的 这不就是白带官吗 嗯 白带官的家伙 怎么跑人手里去了 哟 还打不过人家 和我竟瞧白带官跟人动手 就好几十年没瞧见了 还处于下风 哎呦 这个人能耐大了 也对双决舞动如飞 为定的薄带官 只有招架之力 没有还手之功 瞧这意思 能为还在薄带官之上 我怎么不知道江湖上 有这么一位高人哪 乌鸦住手 白带官可有台阶了 大喊一声什么人 虚晃一招纵身形 跳出窗外 你脚尾路横撤双举 往旁边的蜜桥 嗯 不认识这人 这人穿一米筹的长衩 二蓝的龙蛇记腰 这龙蛇上边 别的一周祸 手里边端一大烟袋 往脸上一瞧 别看岁数那么大了 一张娃娃脸 唯独啊 跟这尼小鬼路横啊 俩人还犯相 怎么 他疏于冲天厨 还红便神 尼小鬼那天生的 他这可成心的 老头子 头发不多了 把所有的头发都往这一块踪 踪这一块呢 拿红便神给他拴好了 就这么一点 也就两寸来高 有个小便 都在那大烟袋 往这这么一站 白带官一看看他 够乐了 白带官认得他 英雄得了陆明瞻 陆老健康 陆老健康打哪来 陆老健康 半道碰上王方全了 还有马乳娘 还有大内的班头 汤云 这几人保护着郡主 跟那个 阿灯 这是京城送灯 这几个人在明呢 陆老健康在岸 跟了这么一城一桥啊 大班的汤云呢 跟这王双权两个人 真得说是干练之人 也搭着这个马乳娘 年轻时久走江湖 他小时候跟着他父母啊 就是跑江湖的 很有江湖经验 这三个人 战战兢兢 可是仔细小心 完全呢 在岩路之上 能够应付所有的事情 老头子跟了这么两城一桥啊 放心 有这仨人啊 送这郡主啊 跟这灯啊 没事 再有一个 汤云身上有公事 哎 明来明去 到哪儿 亮自己的身份 说现在话吧 当地的公安呢 啊 当地的武装的都配合 一块执行这任务 嗯行 这么着 此去京城不远 我别老跟着了 万龙藏风倒的事大 我还得回去啊 老头子不跟了 莫转回身又回来了 走到这儿 人敢这么一档子闲事 他这一声鹤喊 当时 尼小鬼陆恒 跟博太官两人不打了 博太官来到窃进双手一扎子 陆明湛 这这这这这这 寒着呢 说不出话嘞 陆明湛一抽这大烟袋 他这抽着呢 瞧着你一脚鬼 他心了话说了 博太官要不行 我也够呛 刚才他们打没瞧见过 我非把这贺通扒了开 我把他扒了开 我那意思我过去 我现在不过去 可就不行了 他不言言 他一伸手啊 他这二蓝绒绳上 拴着不少东西 在这边啊 有一个大合部 什么呢 烟袋合部 他不抽这个 烟袋锅子的时候呢 也往这烟袋合部里边一插 拿绳一拴 往这边腰里边一插 这都把烟袋拿出来呢 这烟袋合部呢 单拴着 他把这烟袋合部拽出来了 打开了口 他往里边续烟 他抓着烟丝 贺通在旁边一瞧 好家伙 这大同盐官 两把烟丝 没怎么着 他这还紧坐 扒扒扒紧抽 为什么 他烟丝多也都不紧抽 他找不了啊 他把这烟丝可去着了 他不说话 紧抽眼看着这烟丝啊 就见白 他得把这烟丝烧成烟灰 干嘛 好扣你小鬼 他知道打是打不过人家了 他不说话 紧抽烟 你小鬼也不过来 不得管着急 我说兄弟 你别管抽烟 你说句话呀 乌烟 这个人谁呀 你小鬼陆衡 张明志赵明珍的徒弟 手里拿我的双绝 他偷盗我的双绝 也是哥哥我呀 一时不慎 我没留神 让他把双绝给拔了去了 跟你这么说 我要夺回双绝 故此动手 兄弟你来的任何事 帮不忙 陆明志赵明珍一听 嗯混账 还姓陆还 哥哥你歇会 断着俩眼带 慌慌当当过来 你小鬼陆衡不认得他 你小鬼陆衡认得周勋 怎么 老师跟他提过江湖 都是什么人物 你小鬼闯荡江湖十五载 购奔松江湖 到松江湖找云龙九县周勋访他 周勋也跟博太官一样 不见 躲 防两回周勋都没见着 一看这种端日大烟带往着 一站瞧得出来功夫不错 还输一小遍 嗯行 一看这人就跟自己差不多 不好动 我说嘿 抽汉烟这位 你要管闲事 哦不错 无论人家要管教育你 我先问问你 你叫什么虫子 什么名字 你把话说清楚了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太爷叫陆恒 你是哪一个路 陆恒哪个路啊 陆恒是陆地的路 大路的路 哎 我呀 耳机路 哦 耳机路 哼 我就知道 咱俩不是一个路 陆明家哪个路啊 陆明家是小路的路 哎就咱这马路的路走道路 哎 我跟你不是一个路 这就好办了 要是一个路我还舍不得打你 听我相劝 把双绝还给波浪剑客 是你的便宜 哎如若我要是不还呢 我要管教于你 你是什么人呢 你凭什么撒逼点多出一口气 行 白太官的闲事你都敢管 那你得比白太官高啊 行今天我斗俩剑客 我瞧瞧你怎么样 哼你不认识吴那好办了 一伸手 把这画又蹬出来了 他紧抽这烟味 这烟还没收透呢 他一回头 他一看 这有一画价子 贺通在旁边站着 打开打开 贺通过去把画打开了 你小鬼一瞧 这位随身带身画 这是名片 上面画的有鹰 有熊 有梅花鹿 这鹰跟这熊追着鹿 这鹿回头看 啊 这狗熊又回头看这鹰 看不明白 你干脆说得了 这打哑咪 我不懂 吴老人家是鹰熊的鹿 鹿民站 哦 哦 松江府又个周巡 是你什么人 他论人家是五只师兄 我访的两回避而不见得了 我把你打了估计他该见了 小子 你强出头正找找不着你呢 今天连你一勺会 敢他说打架 那陆民站可不让他先动手 陆民站跟他这贫着 威然的一看自己的大烟袋 差不多了 混账 可恼 纵身形拿自己的大烟袋 往下就砸 砸说您可瞧的 是这锅冲下 口冲上 他这大通烟袋锅 要装满了烟 他要紧着抽公足了 上面搁一铜盆就能摔羊肉 这多的火力 这家伙 他是这么下去的 他专练这手 半道他转腕子 您琢磨琢磨 他这家伙是铜的 那泥脚棍瞧得出来呀 泥脚棍一瞧 这铜烟袋锅奔顶梁门来了 拿自己的双角 狮子搭滑往外 咱们一蹦那意思 我先把你这家伙给你挑飞了手 哪是半道翻腕子 你再不嫁也不行了 这要翻腕子 整个靠下来更活不了了 感觉铜烟那锅 跟这双角往下一震 就借着一震这一烟的锅子 整个这灰就全下了 尤其他刚抽的 带着火星子呀 没遭及 全扣尼小鬼脑袋上了 尼小鬼还真得说功夫好 一瞧眼前一迷这一锅子灰下来了 顾不上撤双角先撤身子 整个这身子跟大虾咪拱腰一下 脚跟顶地这人平的往后一退 双角交代这手拿手一葫芦 可把尼小鬼气坏了 怎么 什么没有了 他干嘛 他这不是姿着一朵头发吗 他拿这手一打 他那朵把上面这热灰全打下去 这拿手一葫芦 哎呦 四寸多一冲天炷啊 烧一高二寸半去 尼小鬼大弄 纵出身形 双角一分一回头 俩眼雄光四射一瞪陆明瞻 陆明瞻一端这大银带 看什么 看 扑一下又来了 您琢磨琢磨这铜火锅子都烧红了 这要出脸上那还活呀 但就这一下 陆明瞻就知道打不过人家 为什么 这双角刚才网上一挑 自己的银带官好像没撒了手 要不是这一锅子会扣他脑袋上了 这一下自己这冰战就出去了 咬着牙强打精神 跟他站在一起 他比伯代官占点便宜 他有家伙 而且这烟袋锅子呢 是外八门的冰战 哎他这烟袋锅子 您懂不懂吗 这么大锅子 后边是这杆 他一扣着 一搭着这绝往外一领 这绝就开了 专锁别人的冰战 只要一般人万力不足的 一拧手腕的这冰战就撒手 那是别人 尼小果可不成 尼小果成心让他锁了两回 就为给他这烟袋锅崩出手去 他也知道尼小果这么想的 反而不敢拿烟袋锅呀 锁人的冰战 被动挨打 尼小果恨他给自己一锅灰子 双绝武动如飞 竟照着他要害打 打十几招就不成了 在旁边站着的伯太官一瞧啊 没办法 不能不过去 过去老俩打一个 那今儿也得 含着 含着也得过去 不过就不行了 他也不经过贺通啊 同意贺通举那话 你都卷起来 还在旁边站着 一身手他把贺通刀抢过来了 新了话说了 我一对亮音双绝 行走天下 天下文明 多在瞧 我不带官耍个刀啊 那没办法 没家伙过不去 抢贺通的刀 亮刀往过纵身形 罩着尼小果身上就坐 到底是有利人在手 胆气倍增 尼小果得含糊他 尼小果一含糊 这博太官 这边 陆明瞻可就得势了 陆明瞻大烟袋锅子 也抡开了 一直抡不开啊 着急啊 你再装烟丝来不及啊 人尼小果也不给你这功夫啊 两个人一个大烟袋锅 一口大刀 围住了尼小果 两个人是进攻不守 为什么呢 你打我有另外一个人盯着 你打他我盯着 唯唯就赵的计策 尼小果双绝 这儿不一下 这儿不一下 忙活得够呛 尼小果这嘴不饶人啊 他打小抓接的出身 和好不要脸了 这么大的张州不泰关 松江府的陆明瞻 俩打太爷我一个 你们还想自己怪不错呀 小爷不赔了 双绝续一点 纵出船外 撒腿就跑 你小果可不傻 这俩老健康 真要一跟他玩命 他就说赢了 也得多少受点伤 我不跟你玩命 反正你亮一觉 在我手里的 我今儿露脸了 他往下一跑 陆明瞻不追 陆明瞻这就行了 哎我出面把他打跑了 这就行了 他俯气死无老人家了 白带官一条 他不追我没法追呀 我依然追上去 打不过他呀 合同你过来吧 把刀给你 我谢谢您 贤弟 咱们多年未见 应该聊会儿 但我的兵人在他手的 我不能白给他 要不然我回不了张州啊 他有心事 我不知道他什么事 还没来及说呢 你呀 受手累 管点闲事 我这闲事也是闲事 他那闲事哥也是闲事 你有什么委屈 跟陆老健个说得了 咱们少赔少赔 再会再会 往下一踏腰 追你 给小伙儿给弄 陆明湛一脚 你想没顾问说话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贺通吗 对我给您打半天话 您才抢出来是我 多谢您 把这你小伙儿赶跑了 嗨嗨 这个不提不提 你有什么事 俩一说他们俩的事 贺通把自己的心事告诉陆明湛 陆明湛怎么帮他 那咱们哥俩暂且不提 咱们得单说张周伯太官 伯太官心急如焚往下一追 那哪儿追去 追丢了 您小伙儿跑没影了 自己死的心都有 这还没地方找去了 嗨 今生今世 我也没别的事了 大海茫茫 我就是找这您小鬼啊 也没别的说的 就按您小鬼说这办吧 真不成啊 我就要访明师头高有 便约天下的剑可爷 一块三阳冠拍门 找张明志找明真去 真要不找不着您小鬼 到最后就这主意 往前正行 又累又饿 再抬头一看呢 还阴上天来了 这人要倒霉的了的 再赶上雨 我这么大剑可爷被雨 多落魄呀 往前一看 有片林子 穿林而走吧 还真不错 眼看着天也上来了 小林子也穿过来了 到林子这边一瞧乐了 怎么 有阵点 村子还挺大 里面有电房 打电吧 到这店外的一瞧进不去 怎么呢 门道里面竟是人 族站着有十几二十来位 闹到超超 不得关一瞧我别轮着这马上就下呀 我先进来吧 上台今儿卖门壳 可也站门道里头了 门道里头呢 打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 这一瞧闹天啊 都不往下走了 全挤的这一个店 店小 住满了 没闲房 这帮人闹什么呢 闹着住火房 火房怎么意思 不是烧火的房 单里人一伙子 这大伙拼着住 说平常你呀 清清灌着住单家 像这家特出情况 你就别住单家 让这伙计掌柜的跟住单家的 拆对拆对 一间呢 住多住几个人 哪里面睡床我们打地摊呢 是不是 我们别让雨轮着 你一屋带多安排几个 我们这些人呢 就安排下了 跟这伙计掌柜这正犯矫情 伙计掌柜说那不成啊 人家先来了 人家交了电钱了 人家包的是单家啊 您现在愣住人不乐意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给您问起 人家要乐意行 人家要不乐意 我没办法 这班人说反正不走了 我们再走 赶上雨了 非要住不成 白带官来正得乱劲 白老见个爷子喊伙计啊 伙计伙计伙计 这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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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计老半天 从人群里面挤过来 你带头一脚祸这老爷子 您岁儿个不小了啊 赶就 您怎么意思 住店呢 是啊 我这眼看要下雨啊 我住你们这店 怎么 给我来个 跨院啊 您跨院几个人住 我一人 我有钱 我包跨院 哎呦您这上岁数了 耳背吧 这这么乱 您听不出来 白带官没好气 您咋么咋么 让你咬我 弄把双绝兜了去了 老见个爷有脾气 啊 耳背 不耳背也不成啊 这跟吵蛤蟆坑似的 这么些人说话 我听谁的 一人说话听得清 众人说话乱哄哄啊 啊不成 打进门到现在脑吵得我脑子疼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什么 没听见我再跟您小一遍说 这都跟您一样要住的 要打算住店 我们这没地儿 店小 哦 跨院没有 我来个上房 给我来单间 单间也没有 那我住火房也行啊 我跟谁拼的也行 这都是憋着跟人家拼着住的 都打算住火房 没地儿 没地儿啊 这么办 哪个贵房呢 贵房得有张椅子吧 老见个新的坏说我不用睡 我有张椅子盘腿一坐 我能打坐练功就行 我就能歇过阀来 跟你小伙打半天累呀 哎你哪个贵房呢 你有一张椅子 我能坐会 就这么说吧 还别说我们花钱 就不花钱 一会儿外边下起大雨来 我们在你门道站着 躲躲雨 你们也是积德行善 不也得白让我们站吗 这我们给俩钱的 你们让我屋里都背雨 也就是这意思 我这么大岁数通融通融吧 我去听这老头说的还真对 这帮人都憋着不走了 这帮人都憋着不走了 一会儿啊 没憋着说的 我们各屋的椅子板凳啊都得拿门道 这里干嘛得拼 拼的一块能躺一人 这门道里就得躺十个八个子 也不是没赶上过 这样没辙就得那样 您说的倒是对 那这么办吧 您呐 跪房里坐 跪房里有椅子 您先跪房坐会儿 可顾不让给您烧水啊 您先坐着 有这么话咱 一会儿再说 哎这就行 老头的脉部转身跟他要进跪房 门道里这些不干了 怎么意思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们这坐买买这不地道 不公道 怎么不公道 这是有先来后到 有跪房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一样花钱呢 这老头刚来呀 刚来怎么反正让他进跪房 我们在门道这戳的 要进跪房都进跪房 走 这一起哄啊 挤堆的这伙计呀 这掉眼泪别去 您几位 您看看这老爷子多的岁数了 您瞧这大白胡子 这打五六十岁让开始养胡子 养这么长胡子 这老爷子还不得九十出去了 他您各位也有个稀老连贫呢 敬老爱幼啊是不是 这么大岁数人站门道一会儿 要赶上雨让雨哨着 招了凉赶了帽 算谁的呀 他不是年龄大我才往跪房让吗 白带官一听啊 这伙计说的事实惊 这话也够客气了 你说你们跟那瞎起什么哄啊 老建子哥平常不会说出这话 今儿也是让那泥小鬼啊 给折腾的 双绝壤给偷了就打不过人去 一辈子没吃过这个亏没窝过这个火 住店都住不进去了 这人要倒霉呀 一步步真的步步赶不上 我说你们几位 听不懂他说话是怎么的 你知我多大岁数 我这么大岁数就过去反正坐坐都不让 你们 都是年轻力壮的在门道站会儿不就得了吗 得让我年龄大呀 他这句话说完了门道里这些位呀 一瞧还真是 这老头岁数 刚进来没溜绳没注意看 这老头岁数真不小了 这不合适 他是得上柜房坐着 有 人愿意让丹尖也得先让他去 你别看他后来的 有几位离得远的还小时嘟囔跟前这几位就不原了 这帮人不原了 大门外头有一原因的 那要练岁数 我岁数也不小啊 我不仅岁数不小 我还让火烫着了 倒空了一队亮音双绝背手的店外的这么一站 大家伙不履会儿 博太官一听这句话气的呀 顺声一扭向回头老头的这胡子气的这哆嗦 你瞧你小鬼 哪有双绝在门口那站着呢 我今年也八十了 让柜房也行 让出两张椅子来 我跟这白胡子老头对脸坐着 他睡我也睡 他醒着我也醒着 我为什么 我怕他偷我东西 可把 这张周博太官给气疯了 一腔的怒火 心了话说我打不过你也给你拼了 那伙计一瞧这白胡子老头啊 也没多力气了 眼睛也瞪圆了 这伙计一伸手先把顶门杠给抱住了 这博太官真要抄这顶门杠 你看这伙计抱住 赤手空拳 低了腰顺着门道就蹿蹿那里看打 仰手照尼小鬼脸上就是一拳 尼小鬼一枪喝还没完 没有姓路的帮着你你看你行不行 哪得双绝 这么一还手 我得官一瞧啊 这么打不行 打不过他 得了 我把气沉住了吧 我这一辈子健康没跟人这么打过手 那吕流量上我们家来都不打 坐这说招 我这不把身份都丢了吗 说丢双绝栽根都丢人那丢到家了 不过也是一时不慎 真要让成名的人物瞧我白太官死拼烂打跟人家 就跟泼妇打架一样玩命那可不成 白太官动着手明白了 把气往下一沉到底是健康也 经验太大 看官定是尽手不攻不打你了 你咬我路横呢 也走不了 双绝武动如飞 跟白太官那么一动手 一看白太官招式跟刚才动手大不一样 怎么意思 白太官刚才跟他打一回了 他这绝招 差不多都知道 而且呢 他本身是使双绝的 专门研究这个 年轻的人谁使双绝 访人家去 跟人小 说现在话交流经验互相切磋 天敌使双绝这些招差不多都在白太官心里装成 跟尼小果动过一回手了 尼小果跟陆明达又动过一回手 他这绝招自己差不多都知道 头回动手吃亏 二回动手就吃不了多的亏了 另外呢 尼小果陆恒这双绝呀 他不太趁手 他原先的有粗有茬 而且有分量 这堆亮银双绝呀 短 他刚拿到手 好多招数他还按原先的招使 有点使不当劲 这么着 白太官比刚才还好点 但想赢你小果 可赢不了 俩人这一动手啊 门道里这些人呢 都不嚷嚷 这俩老头都多得碎乎 这么打起来了 你瞧那个老头年轻点 是俩小棒串 这白胡子老头 伸手抄顶门杠 没抄着出去 就俩肉巴掌 又俩怎么越打越快呀 这招厉害 咱都不认这两位是把是 连伙计掌柜的门道里这些个躲雨的 全部都挤着门道这往外瞧 有里边出来几位 上房屋脉部出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怎么意思 包了三间房 三间上房 一人一单筋 听外边闹啊 这三位在屋里商量 咱们仨云的一屋起 这能腾出两间屋里 一屋呢 各个五六位 门道里呀 这就能进了十位 贵房再做两位呢 就不乱了 这雨马上就下了 三位那么一合就得了 咱出去跟掌柜的说 别让他们乱了 我们乐意腾房 我们仨人留意间 脉部往外一走一瞧 人都挤着往外瞧 外表什么稀稀喊啊 脉部过来扒了这门道里的人 几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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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闪闪上我们仨瞧瞧 大家伙回头一瞧一看哟 上房屋出了这三位 岁数个不小了 当家是个老和尚 上手是一个老道 下手是一个俗家 书中代言 当家这和尚是二剑个江达江本出 欢大的僧袍里头暗带一对鹿脚吧 老道是三剑个张红军 小个那俗家是四爷珍珠佛董瑞 僧道俗三剑个由上房屋卖部出来了 分人群站在门道这儿一瞧 说喝 离老远俩打得挺远的了 这帮人怕下雨不追过去还站这儿瞧 他们俩门道这儿站着瞧见他们俩 他们俩那动手没看见三位剑个 这不是张周伯太官吗 白带官这跟谁玩命 丑的意思还 处于下风还打不过人家 二剑个扭向回头 看了一眼三爷张红军 吴良福 师哥 您不认得跟白带官动手这人不认 你小鬼陆恒 你认得我认得 张明志赵明登的徒弟 我迷徒乎 二剑个闭目金经佛 站门道这儿 龙慈悲言仔细观瞧这么一看 罢了 好 你小鬼陆恒名不虚传 张明志赵明真的高祖 确实厉害 伯太官呐 把伯太官拿去换武 我亮自己对这陆绝棒过去 也未见得怎么样 他回头看张红军 张红军看珍珠佛东瑞 东瑞说二位师哥 三仨过去 加上伯太官四个人 给你小鬼来一抱园 门道里要没有这些人行 这门道里站着十了个呢 都瞧着呢 这要说出去 张明志赵明珍找咱 咱无言以对呀 倒不怕打架 打不过张明志 张明珍也在其次 你们船半打我土地不行吗 也不知道他们俩什么事 这怎么办呢 张红军一瞧瞧我的 我呀 给他来个厉害 老道说话脉步可就下台阶了 二仙四仙没动 三仙的张红军脉步 来到两个人身后的俩这种动手呢 你咬我后脑勺对着 就听张红军猛然间抖三天气 高宣佛号 我良福好大胆的陆恒 就这一句话陆恒动手之计 微然这么一侧头眼角余光一瞧 谁老道坏了我师傅来了 除了我师傅没人敢这么说我 好大胆的陆恒 他这动手呢 白泰军不白给呀 白泰军一瞧哟 你腰管陆恒打一烂 双手停在这不动了完全卖给自己了 你腰管没有怕的人就怕张明志赵明珍 就让三爷这一句诈语 他稍微这么一打烂 白泰军可逮着机会了 伸自己双手一钻的腕的顺势 一钻的这双绝 由双绝往怀里一带一抬腿 给拿磕膝盖照的当里面就拱 这下要拱上 倪小鬼 当场丧命 倪小鬼打愣也就是半秒钟 他瞧着是师傅我也得先跟他动手啊 觉得手上一紧双绝已经让他攥住了再一低头 白泰军那磕膝盖已然临近了 这要拱得自己当里的当时丧命 那不撒手双绝不行了 俩手一撒往前一送的双绝伸的往后一撤 老健哥这功夫太尊了 你瞧着抬腿是往的当里面撞 实际就等于往前迈一步 跟着这脚就找地就抬这腿 双绝也撤回来一抬脚啊 这倪小鬼 愣没躲开 一脚蹬在身上 蹬蹬蹬 扑通 给倪小鬼踹一跟头 白泰冠这口恶气呀 抬头一瞧三剑个站在身后呢 倪小鬼趴那儿了 不瞧白泰冠回头瞧 不是我师傅 嘿 不是我师傅你骂我干嘛呀 好大胆的 陆恒 我怎么你了 嘿我这亏吃的 让陆明珍叹我一下子 双绝让他给得了进 我打他没人瞧见 他踹我一根头可全瞧见了 这还不算完 陆恒 不服拍门上漳州找博太官来 呵这儿充字好 何改这儿人多 本应当赶过去 练我的双绝砸碎你的头颅 念你也是名门之后练武武士约载不易 我放而逃命去吧 敢说这狂话啊 瞧清楚门道里又出来俩人 江大经本出 这是张红军 后边那珍珠和董瑞 再动手你可没便宜了 这仨可不跟陆明瞻似的 陆明瞻啊 就那一下 陆明瞻打架老太弹鸡蛋一手一个 拿着大烟袋扣让你你就算完了 没扣上像你腰管陆恒这样的 扣不住人家 他还真打不过人去 这仨可不一样 我有这三位帮忙啊 今天你南逃公道 你腰管陆恒 砰砰一下 翻身站起来 喊嘞 回头一瞧 管闲事的 你叫什么 我叫张红军 面见你家恩师 张兆二真人 与贫道问讯 阿弥陀佛 你小鬼尽请 山人我 叫江达江本初 见着你两位恩师与山人问讯 给珍珠佛董瑞带好 告诉董四爷 给他带好呢 喊嘞 你家管陆恒一听 老师都提过 今儿你们一块欺负我 没有你在我身后的瞎喊 他能踹我一根桃 两心双决斩能夺了戒 这段书叫伯泰关 盗打尼小鬼 怎么叫盗打 打不过人家 要没有帮忙的 说什么 这尼小鬼也不能输他的手 尼小鬼分身站起来都不明白了 行嘞 你们不都有姿后吗 好嘞 盯着太爷的 一磨头撒腿如飞 跑了 尼小鬼打小就这姓哥 为什么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他这会会出身 哎打七八岁要饭十几岁抓鸡 最机灵就是尼小鬼 他不吃眼前规 撒腿如飞跑了 三位健康过来了 白老健康 双爵 套也没了 套那在泥妖管那呢 手里滴了吗 咱门道里说话 来吧来吧来吧 打完力抬头 哎呦 一阵狂风阴云满散 刮走了 刹那之间呢 这天晴了 没下 黑 白太官更感慨了 哎呀 天时难测 事事难料 这非下不成都黑成那样了 一个雨滴都没有 我一辈子在一跟头就是今天 今儿我就得死 你脚鬼路横之手 没想到 峰回路转 夺双绝我还踹着一跟头 这这是想不到啊 人生无常 跟三位健康到门道 该住的也住去了 大伙一家天晴了不乱了 这帮老头啊 都不是好老头 嗯家伙 说动手就跟咕噜起来了这家伙 咱们快走别住这 一看天还早要晴天那咱们还赶路吧 稀里葫芦芦芦芦芦芦芦全走了 掌柜都过来老爷子您还跪房吗我别跪房了 我跟这三位上房吧那您上房吧 到了上房屋里头 给七茶 三位健康陪着博太官坐这 怎么回事 嗨 这从何说起呀 得了 打房吕刘良跟您说吧 我徒弟怎么够笨江南大侠吕刘良他们家赶上山东屋老五福捧兽啪啪啪的密书 自己瞧瞧 瞧瞧贺东在江边这儿闲走看他有心事 没想到 没想到 你脚果陆恒到我的双决我们俩在客栈里头啊 追出来的 追出来的 雁鹿之上又碰着陆农粘帮忙 扣他一锅子烟灰 他给扣跑了 这我才追得这儿 没有您三位在我命丧陆恒之首 这是您的造坏 现下您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我就回漳州了 您不找徒弟了 我不找徒弟了 你徒弟现在在万龙藏风岛呢 这孩子也不是坏孩子 想他在万龙藏风岛啊 必能干出一番事业了 他也七寻之人了 什么事都不明白 还用我再交给吗 我回漳州了 别急啊 我们现在要购奔谢家滩 打算帮助圣与圣陶然 纠结三庄三船人马 共逃万龙 那么到了万龙藏风岛 需要老江和您这样的人呐 您要没事啊 不如您跟着我们到谢家滩 到谢家滩了 到时候打破了万龙藏风岛 跟孙茂昌你们师徒也见面了 不知道老江哥腋下如何呀 博带官听完一摇头 侥幸夺回双绝 自此回漳州永不出事了 打不过人家 我跟尼小管两次动手 尼小管只能确在我之上 想尼小管路横都这样 张明志赵明珍可想而知啊 打万龙藏风岛 我倒不是为刀必见贪生怕死 实在这一场教训哪 把博带官我给教育明白了 拦有争斗之心 年迈苍苍 我还斗得什么劲呢 得了 有这对决 我就能活着有脸回漳州了 也就是了 多谢三位了 三位今日相救之恩 戎图后报 我回家了 三位在一桥多说无意 草草吃吧一餐 博带官也不跟三位建客客气 电番杖什么的 自然是三位建客后了 自此别双绝 可就回转张州 多双绝倒打泥小管 他走了 三位建个一桥管档子闲事 那咱们现在奔哪 咱们奔万龙藏工岛吧 到了万龙藏工岛咱再打听啊 到万龙藏工岛一打听 感觉年耕尧年钦差已然 到了 年耕尧到哪了 住的谭德祖 他们家了 现在是年工馆 三位建个够奔年工馆吧 来到了钦差工馆以外 整赶上红月儿当班 红月儿一挑三位建个到了 赶紧给让进来吧 到里边谭旺也迎出来了 这才闹明白 感觉是假扮钦差 一应的事情 由病态罪张芳从中做主 是三耍西安府 西安之府让他糊弄走了 现在这个地方是张芳做主 张芳一看三位建个来了 行了 他就把旧谭旺这一切的事情 跟三位建个一说 现在 有董老建客 官老建客 把谭旺救出来 那么这个盛陶然的瞧不起我 我不仅把人救出来了 我还拐回几位建客 你们三位再跟着我一块到谢家滩 有谈望调动谢家滩所有的人马 把船只都调量齐了 再有你们三位从中做主 咱们就可以攻他一座 万龙藏风岛 三位一条是那意思 那这样吧 公事呢 全由杨友之杨师爷从中啊主持 这是年宫馆刘一阳师爷 剩下人一拨一拨按撤 撤到谢家滩会和盛陶然 调动船只人马要打他的万龙藏风岛 输标正序 这些人一拨一拨全都跟着到谢家滩了 面见圣玉圣陶然 张芳一条怎么样 您让我打探谭旺 谭德祖之事 我不仅给您打探清楚了 人给您救出来了 这些建客都是我带回来的 圣陶然一条还真够厉害的 我小瞧这张芳了 那三位建客您说现在怎么样 我们三位还在按您在明 您看看谭旺有多少只船只 问问吧 谭旺到渔航 把所有人全找出来 大伙一跳 呦老爷子不揍官司了吗 这个少爷姑娘全躲起来了 现在全都喊出来吧 把他的儿子跟姑娘全都找出来 一家子团圆 敢渔户们家里都暗藏船只 这都怕把龙藏风岛给抢了去 所有的大小船只调动出来 燕江排好之后 陶然中一瞧啊 嘿 气派还真不小 再加上有年轻柴随行委员 办柴官这些个人在船头一站呢 好不威武 那么就挺三维剑客登船 咱们构奔万龙藏风岛 打他 大小战船 燕江而走来到万龙藏风岛以外 十二到罗斯湾进不去 人里不得信 连着几声号泡 旧桥里边大小战船 齐都撞出了万龙藏风岛两军队员 大战船之上温然顿坐 就是英王傅昌傅伯臣 说姑 一时不慎被你们打破了剑山蓬莱岛 你们要知道 虽有云情空莫追 怎么穷追不舍 又追着我万龙藏风岛 既然这样一而再再而三 可别说姑我 今天痛下绝情 让儿等尽附在江面之上 陶然公一瞧啊 哎 您是知迷不悟啊 既是如此 哪一位愿意守战告捷 登大战船战败万龙藏风岛之人 张芳一瞧就你瞧不起我 张芳一伸手蹭一下 把吕祖锥亮出来 陶然公 你知道我这叫什么 你这叫大兵穿 这叫吕祖锥 这吕祖锥啊 乃我老师 三清门长 欧阳老建个青船 青船我一条旅祖锥 三支莫门奴 您竟瞧我智的一面 您还没瞧我勇的一面 我是智勇双全 今日张芳一讨这头一支令 大战船上 斩笛将立功 这孩子呀 不舒嘴 就因为我瞧不起他 他这事办挺漂亮 现在还要露一公露露脸 好吧 但是守战务必告捷呀 这守战要输人家 与三军的士气有伤 你敢立军领状 敢立呀 张芳说立军领状 头一张要输人家 回来人头交你 好去 这是立军领状 张芳亮大兵穿 坐小战船 勾奔大战船 英王府长一敢那里打呀 这才回头 问薛元智 还有盖天第一手 桃圆 说大帅副帅 哪一位愿打头仗 大帅副帅说那我们看看 这不张芳来 哪位去呀 有一位桃令 不才我愿立守功 您务必小心 桃令之人坐小船 来到大战船 这让张芳也到 张芳低了大兵穿 上了大战船 一瞧 坏了 怎么 大魔装上 画面魔王 袁金彪 袁金彪 让石宝奎 拾了爷子 给吓跑了 那么跟那兄弟 二魔王跑到这 投靠万龙 藏风到西安红 张芳犯处 怎么呢 张芳让人家给打过 当初在大魔装 让人家 一钩打落了 吕祖锥 失手背琴 是人家袁金彪 手下败将 画面魔王袁金彪 掌中一对 双凤鱼尾钩 左右一搭 小败张芳可认得 魔王袁金彪 不错 认得你小子 你是我手下败将 还敢袁勇吗 扔你的家伙 束手背琴 推 扔家伙那立金彪状了 手战务必告捷 打不过 你回去人头落地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你立金彪状 与我什么相干 卖个面子 咱俩这说话 他们也听不见 呵 丑鬼 这动手打架 是面子事吗 那不成啊 你回去没陈诺 我这单着陈诺 咱俩假打个三合五式 哎 我踹您一跟头 您就地一咕噜 低了双狗 走您的 咱再换别人 二阵我再输了 我回去也不寒碜 关键我人头保住了 再说了 这么大万龙藏风倒 我就认识你们哥俩呀 别人不认识 我又拜过您一回了 人都知道您比我厉害 您再拜我一回咱不正好怼了吗 干嘛非得这么死去白咧的 画面魔王 袁金彪一听一派胡言呢 这两军将长动手打仗 有商量的吗 没拆盹张帮 你甭废话了 三只莫门弩啊 三只莫门弩不能随便打呀 我为他要打一回可犯不上 可真凭我这吕阻队跟他动手 哎呀 我还真打不过的 怎么样 今日我才能够在大战船之上是战败 魔王